一天他却发现囚犯们对自己充满敌意 但眼神恨不得活吞了他 吉米知道很有可能是玉瑾搞的鬼 原来之前父亲暴露了他卧底的身份 玉瑾得志后朝他要十万块封口费 但吉米却并没有如约上交 为此他找到和自己借头的心理医生 可来到医务室他一脸蒙圈 跟自己借头的人竟然休假了 这让他心里十分慌张 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 他很有可能并隐藏一次 随后听着女医生问的问题 吉米感觉对方在试探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让他更加小心谨慎 不料女医生话风一转 问她是否会对某个育友的精神健康构成威胁 吉米愣在原地 她突然想起拉里 难道是拉里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就这样 她在单金手帕中度过一门 第二天一门 吉米假装镇定地坐到拉里旁边 通过交谈 她才确定对方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 拉里则是打开了花匣子 说起了自己的家族 老一辈得很早就结婚了 她曾从54岁就上了她的祖母 两人聊了很多 吉米突然转移话题 问她交的最小的女友是多大 拉里心生警觉 看到拉里变脸 吉米只能先回答她的问题 然而正要轮到她时 预警却突然出现让拉里维修水管 吉米一脸无奈 她感觉有点奇怪 每次自己的问题都会对对方闯闻 并且拉里还会巧妙地避开 难不成她是在装傻 随后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吉米找到一位大佬陪她打发时间 两人本来就是老乡 可今天对方却一反常态 问她是不是要搞面粉进来卖 吉米连忙说自己有这个想法 但是面粉没搞进来 大佬让她打消这个面图 否则别怪自己不客气 然后又向不远处的狱警点了点头 原来这一切都是狱警搞的鬼 看来自己不交十万块出来 对方是不打算放过她了 面对如此险境 吉米越发地想要离开这里了 她连忙打给女探员求救 不料自己的账户全部被冻结 也就是说 她彻底和外界失联了 来到操场 吉米发现狱警在不远处指指点点 告诉囚犯们她是个告密者 就连自己的靠山看向她的眼神 都有些不善 看来想要离开 她必须尽快从拉里那找到突破点 拉里还不知道吉米被盯上 两人继续在这里砍大山 吉米再次把话题引到暗门上 而这个女孩正是被警方发现的那具尸体 拉里表示自己路上遇到她倒胎 顺道踩了她一程 因为都喜欢骑脚踏车 两人起初聊得很投机 可到后来她就变得不由善 然后拉里还说自己带她去了 但那个女孩太坏了 对方醒来后又抓上了自己 她只能再次用拉布将女孩捂住 后来对方就没了动静 拉里在处理她指甲里的皮屑时 还发现大量自己的皮肉 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 听着对方轻描淡写地说着案发过程 吉米只能强言欢笑 与此同时 找她当卧底的女探员也是一颗未听 她来到拉里路口共识说过的修车场 然后将拉里的照片给老板看 对方一眼就认了出来 老板说这人很奇怪 最开始来的时候 看着一脸人出谷害军到处聊闲 后来惹到了自己女儿 她才将拉里赶住了这里 随后女探找到老板的女儿 女孩说这里的女性都很讨厌她 因为拉里私下跟她们说话十分恶心 后来军上了自己 还经常送一些礼物给她 探员想要看看礼物 女孩说自己早就扔了 但有一个她至今还保存着 当几人来到库房 看到眼前的脚踏车 探员愣在原地 这不正是被害人解析卡齐的那辆 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可当两人把证据拿回去时 检察官竟然说这还不够 因为没有证据是拉里送给她的 而且脚踏车的序列号也被毁掉 这东西拿到法院上 根本不足以当成证据 面对即将被释放的拉里 她们又该怎么办呢